多名勤爭台橋身穿國旗配色上衣 合力舉著中華民國國旗 在華府大街上遊行展示 這是日前在華府每年5月 美國為紀念所有在戰爭中殉職的 陣亡將士紀念日 所舉辦的盛大遊行 台灣也沒有缺席 當天全美各地都有許多紀念活動 緬華陨落戰場英雄 2022年的時候 在華武地區設立一個退伍軍人 這個組成立之後 我們就跟這個單位 更有密切的一個協調跟合作 所以從去年開始 我們製作了一面大國旗 由旅居我們華府地區的僑胞 由學生來共同取這個國旗 在華府這個憲法大道上遊行 謝謝你們非常感謝 男女的穿衣服 你們的家庭和藝術 不僅是保護國旗 但是我們也要跟美國共同 聯繫和成員的協調 對世界各地的聯繫 令我們有自由 民主的穩定力的 這場遊行由民間組織 美國退伍軍人中心舉辦 美國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主席布朗 海軍作戰部部長佛蘭切地等 許多軍官都到場支持 駐美代表處也受邀官吏 出席成員和與會的 美國軍方將領互動頻繁 我們也要記住 軍人們 這位武器 也要記住來了 判去 別人 我們也要記住 壓力 日本國旗 國旗 以及 我的祖父母 對 波朗在现场除了诚心的向为国牺牲的勇敢男女致敬 表扬他们的勇气和无私的精神 也向阵亡将士的家属们喊话 强调你们的坚韧和力量激励了我们所有人 并承诺将坚守他们为之奋斗和牺牲的理念 中央社记者石秀娟 华盛顿报道